量販店收到肉品第一檢視 馬上開封檢驗有沒有來客多巴胺 把肉放進均質機抖出肉汁 第一關就是將肉汁滴進快篩片檢驗 業者將肉汁取出來 就會放入快篩片來做檢驗 像現在這樣出現兩條線代表是陰性 但要是出現一條線 陽性代表異性受體素不合標準 他們就會進入下一關 效素免疫分析法 利用化學試劑做更進一步分析 最後再送SGS檢驗層層把關 原料進來之後我們會有三關的把關 我們會放在我們公司的官網上面 然後民眾可以自行去查詢 賣場打造實驗室 從進口美牛開始設立管控機制 但並非每家都會自主管理 萊豬管理可能有三大漏洞 像是全台肉品進口商 加工廠中指納管一千兩百家 登陸業者也只有百分之二 還有數十萬中小型肉商 沒納管 加上全台三十萬家食品業者 卻只有六百名稽查員 人力明顯不足 還有業者透露 上油進口商和中油盤商 分裝品時 產店來源國標示可以造假 萊豬流向到底怎麼追 就有關於人力 我們現在的一個 查員的計畫也通過了 那地方我們會補助到一百二十六人 那詳細要怎麼樣補 那根據地方不同 但我們有基本的一個規格 畢竟從源頭到消費者端層層關卡 如何追查衛福部長陳時中只提大方向 元旦就要進口萊豬了 讓民眾怎麼安心 記者姚家點鈴恩儒 桃園台北報導